小S日前在综艺节目上提及 当大S和他坦诚有了新男幼时 他就猜到是聚俊叶 并说到两人当年在最相爱时分开 彼此都留有很深的遗憾 想着这番话 整个让前夫往小非理智断裂 30日凌晨 他在微博转发节目片段 怒酸小S 是吗你又猜到了 是不是药又吃多了 每天就你蹦搭欢有完没完 并强调自己并不是酒醉发文 孩子在台北他已经很妥协了 大S都没说什么 不满小S每天得色 为了孩子要他别欺人太甚 有网友力挺王小菲 直批大小S一家炒作起来没完没了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留言 婚都离了想说什么关你什么事 自己都和张仪饮食指相扣 全家同游乐婚内出轨时 就没想到孩子吗 而且大S离婚至今都对外保持体面 反观王小菲不知道在恼羞成怒什么 还有网友发现他已经默默取消 关注小S的微博 小S则透过经纪人高EQ回 人之棒我也与其能变不如能容 人之无我也与其能方不如能化 根据媒体报道 小S老公薛亚军也出面霸气呼爱气 表示小S智慧很高 佛祖来的不需担心 而小S原定31日要出席媒体参序 宣布发片却临时取消活动 不过小S方便解释 昨天就取消了 跟王小菲无关 只是因为大S在婚新闻效应不断 近日又多了大S在台湾登记 以及S妈诱发攻击图等等新剧情 不想再对外多谈姐姐家务事的小S才决定取消 我这系列事件也直接冲上6条热搜 完全就像一部实境秀人理剧真实上演啊